我们今天去的这家Single Thread是现在米其林餐厅全球排名第50的餐厅 在Napa附近的Helsberg的小镇上的一家米其林三型餐厅 这家居说是真的难定,尤其是周末 他们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有自己的农场 很多食物都是直接从自己的农场里来的 从温区开过去大概要两个小时左右 还可以逛逛附近的小镇 他家属于Japanese Fusion日式创意料理系列 他们家除了餐厅还是一个酒店 一晚上大概要1000多到一晚,很是夸张 一进去就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厨房 他们也很欢迎来的人拍摄他们的厨房 之后又是一杯银冰茶,貌似是一杯柚子珍 等了一会儿之后就进来了 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精美的摆盘,开胃小菜 硕大的一盘花一上零星的点对着一些食物 唯一的问题就是一口气上来这么多食物 不知道他们怎么控制他们的温度 保证食物在一个最新鲜的时间被我们品尝 反正一进来食物就已经在桌子上摆好了 由于前菜太多,我没能完全记住他们的名字 问了服务员小哥能不能给我写个小纸条 小哥说他一晚上太多服务要做,可能没时间写 诚然到最后也确实没有给我写 那就只能介绍一些我们记住名字的啦 第一份是三文鱼籽 我是第一次吃咸咸的tamago 味道还是很特别的 这是一碗创意茶碗蒸,口感有点像芝麻糊 这个我们比较喜欢,是一个肉丸蘸酱油和蛋,很好吃 这是一个创意寿司 很多芥末中夹杂着一片薄荷叶 薄荷的味道很浓 这一道里面有我最不喜欢的beats 但是因为加了鱼和sashimi 还有一点巧克力酱加上干的海苔 组合到一起,味道竟然还是出奇的不错 一份生蚝,味道很是清淡 一份豆角小凉菜,味道很好吃,我很喜欢 两道创意小甜品,胡萝卜小蛋糕 胡萝卜味道非常的浓 另一个是鹅干酱小饼干 鹅干很浓郁,味道很香甜 接下来上了一份小份前菜,鱼籽土豆泥 饱满的油脂和咸腻的味道 我个人有一点接受无能 这个是创意tempura 里面大部分是装饰不能吃 上面金黄色的是一朵南瓜花 味道还不错,味道微微咸 下面放着的是一个很咸的鱼饼 味道很浓 下一层是鱼和黄瓜 这道菜就是我们一进门厨师小哥正在摆盘的黄瓜 服务员小哥现在到的就是出自他们自家农场做的玉米糊 熏鱼配上玉米汁 接下来一道也是熏制的三文鱼 下面这个小甜品算是当晚最惊艳的食物 番茄雪耙 雪耙有一点点酸 下面铺着柚子 再下一层有一点淡淡的蛋黄的感觉 当然这个番茄也是出自他们自家的农场 接着是当晚的主菜 本来是鸭胸肉 我们升级成了一个和牛的牛排 和牛是日本的品种 但是实在美国养大 吃完有点小失望 推荐大家不要升级 反倒是鸭肉很好吃 皮稍微煎了一下脆脆的 肉很肥很嫩 这个算是一道茶泡饭 上面的是Saw Eel 下面有米 最下面有一点点梅子冻 接下来又是一个创意菜 烤胡萝卜Sticky Carrot 和一个胡萝卜冰淇淋 配上一杯好几场 最后敲重点 他们家的甜品巨好吃 有奶香的小蛋糕 很有儿时的味道 夹心的马卡龙 表面有点像蛋卷 我最喜欢的这道 看着像一颗鸩蛋 外面是一层巧克力 里面是夹心果汁 放进嘴里 巧克力瞬间化掉 果汁全部流出来 味道巨饱满 总结一下这家米其林三星店 整体的味道不算惊艳 摆盘还是很精美 能看出用心在摆盘上 服务方面的话 服务员大多数是白人大哥居多 不苟言笑 我还是喜欢 安拉卡日本小姐姐甜蜜式微笑服务 总体来说 我个人感觉性价比差了一些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